男人的好色不是罪过 当今社会啊 好色的男人呢 不一定是坏人 俗话说呢 英雄本色 没有女人的风桑 哪里来男人的好色呢 女人的美丽不是错误 男人的好色不是罪过 世界上99%的男人都是好色的 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说他不好色 那么就是假正经了 要么就是他有病 好色的男人呢 不一定靠不住 老实的男人呢 也不一定靠得住 好色的男人呢 他见过各色各样的美女 面对诱惑 他能够把持住 好色的男人呢 不是花心无情 而是没有遇到一个能够拴住他的女人 如果这个事情上没有好色的男人 谁来欣赏女人的美丽呢 所以啊 喜欢漂亮女人的男人呢 并不代表他是花心的 女人埋怨男人好色 还不如花点时间去打扮自己吧 你知道男人40岁啊 经常会出现的四种幻想是什么吗 第一个是嫉妒妄想 认为自己的配偶或是爱人 对自己不忠 第二能力妄想 妄想自己具有莫大的潜力 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而已 第三被迫害的妄想 坚信或觉得自己受到迫害 诽谤了 欺骗了 阴谋对待等等等等 第四 情爱妄想 以为自己正在和某人家恋爱呢 或者另一个人深深的爱着自己 我觉得一个男人呢 要是做到了以下三点 女人会爱到极致 甚至是无法离开 第一个就是有才华 第二个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更新 第三就是颜值了 第四能力强 你懂的 嗯 喜欢到的跟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